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总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花花 这是我的一个萌相来着 2020年2月 一场特别的公益脱口秀 在美国波士顿上演 进行策划并表演的是 美国喜剧演员艾杰西 得知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后 彼时正在老家休假的他 用自己的方式 让世界看到了疫情下 中国人的乐观与真实生活 当时中国的情况比较着急 然后我的朋友们只能留在家里 就是办不了什么 我感觉我得做一点什么 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公益演出 最后是卖了600张票 也是成功捐了 一万多美金的物资到武汉去了 这样能让我们两个国家 那个老百姓有机会看到彼此 我觉得是很重要 艾杰西与中国的情缘始于2010年 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 他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并被这座城市的动态和包容深深吸引 也对中式喜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候就感觉北京很动态 什么都在变 比波士顿还大 我留学的时候认识的新朋友 都挺愿意试一试 如果有新的食物 或者新的文化现象 然后因为我在美国演出 通过秀 所以我到了中国也很好奇 中国的喜剧是什么样子 后来我发现了 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喜剧形式 就是相声 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 我也决定了我要找机会去中国生活 2012年 艾杰西再次来到北京 并师从相声名家丁广泉 正式开始学习相声 并开启了他中西兼容的 喜剧表演之路 除了语言技巧 包袱积累 艾杰西也重视在表演中 融入洋视角 他自称美国东北人 这让他的演出更具个人色彩 波士顿确实是在美国东北这边 然后我想给我起一个美国东北人这个身份 可能比这个外国人更自细一点 更真实的一个身份 而且这个很多人都说 东北人到处都在 就是挺好笑的 都有幽默感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 适合我的一个身份 我觉得我的突破秀的特色是 我的中国的脑袋和我的美国的脑袋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同一个话题 这样一来有一个 在这儿有一些精神分裂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带来一些 可能感觉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角度 2016年 艾杰西在北京一套四合院里 创办了中美喜剧中心 来自不同国家的喜剧爱好者聚集在这里 用笑声打造了另一方天地 我们当时每天都有演出或者工作坊 有英文的中文的双语的都有 我们那个是一个叫一个社会企业 它不是一个专靠 引力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小剧场 主要是一个文化交流中心 就是你进来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人和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 都做一个肩膀的靠一个肩膀的 看同一个方向一起笑 所以我觉得还是给我蛮大的期望 我觉得笑声的力量还是挺大的 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艾杰西至今仍身处美国 在此期间 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Vlog 杰西看世界等作品 在记录生活的同时 也用艾杰西式幽默讨论中美文化的一同 因为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做成包袱 所以喜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桥梁 就是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都可以彼此看彼此 然后他们缺乏的一般来说不是知识 他们缺乏的是角度 所以我觉得我做一个两个地方都生活过的人 我有一些新的角度可以给大家看 但是我也有一点责任就这么做 可以彼此了解得更深 所以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 我真的很期待回北京吃火锅 多见见老朋友 再次能上舞台 然后再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好一点 用笑声拉近我们这个中外距离